在这堂课当中,我们学会了如何制作垂直的动态展开收合选单 以及各选单间的联动开关效果 以及避免使用者连续操作所造成的连续动画 下堂课,我们将学习如何制作水平下拉选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